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江先生,我們現在來到香港的小船 想問打風時,你們是如何防風? 如果防風,最重要是綁一艘船 我綁給你看 現在它將繩子開始綁自己的船的位置 綁完之後,就到我綁了 我要和它一起相連,固定船 還有一個方法,叫十字欄 對面的船是綁好,然後到我綁 我綁的位置是不同的,一前一後 現在就綁第一條,但還有一條 現在它是綁前邊的位置 我不可以和它一起 明白 就是要擺斜 我要綁這個位置 將這條欄綁到十字型 十字型的作用,打風很有用 如果你有風來,就未必是一個定的封位 或者前或者後 那麼,盡量盡量的船保留在中間 傳統幾十年來都是這樣用 這個非常之聰明 這些民間智慧 其實都解開了我多年的一個疑問 就是,那年代在銅鑼灣避風堂 看到打風的時候,船綁在一起 原來是用這個方法非常穩當 在你的記憶裏面 會有哪一場的颱風 你的記憶是最深的 馬例的風是不說得善的 是最深的 記憶中 爸爸和媽媽那時 未有風來,已經送到我 就躲在雄姓廟那裡 到打完那個風之後 就出回來 看到爸爸的船沒事 看到旁邊的自家艇和小船 起碼有四成反轉了 那個時候,我太太告訴我 她就是那次幾乎死在馬來 那艘船有一條山繩 那條山繩是傳統的銅欄那條繩 那一有什麼事 就跳來海,就沿著一條繩埋岸 她不知道呢 我太太小時候踏了手 那天幾乎就不死了 我自己在溫代1962年的時候 我就剛剛進了醫院 我記得在醫院裡面的玻璃槍 全部都打爛了 即是,經此一役 使得我就覺得 颱風有一種畏懼的心 我以為以前的颱風很厲害 原來呢 還有比它厲害的 一山比一山谷林 這麼大的孩子沒怕過 但這段風我真的 天隔和山竹 很可怕的風來 即是我們很容易有個錯覺 以為我們不會再打這麼大的風 但正正過去那兩年 都有十個風球 所以我想我們對於預防颱風 絕對不能夠掉以輕心 我想我們先來看 但是我們在家中 那些風景 就是我們 我們在家中 我們在家中 看見的 我們在家中